五張照片一個主題 訴說著一件又一件的影像故事 由新光三月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國際攝影大賽 今年邁入第八屆 這次主辦單位從上千件的作品中 挑選出三次件 為這些參賽者在百貨十樓辦起國際攝影聯展 第一大主題是2014國際攝影聯展大賽區 總共30組作品 第二大主題是董事長的攝影展 主題是大世界 拍攝地點包含大陸 日本還有台灣 第三大主題是 今天的首度邀請三宅一生的御用攝影師 首度來台參展 他的陽剛系列是首度發表 以及他的名人系列 還有在巴黎時裝做拍攝的一些後台的過程 除了國際攝影大賽得獎作品外 還邀請到了三宅一生御用攝影師 公本屋首度來台參展 其中的陽剛系列作品 更是全球首度曝光 相當值得一看 另外上年度攝影大賽首獎得主 這次也由主辦單位規劃為他辦起個展 主要是要來探討愛前本質 對我來說其實攝影也是了解自己的一個方法 對然後因為你去愛一個人 等於說你是透過那個人認識自己 所以這個就是 然後我透過自己的 認識自己的方法也是透過攝影 等於說就是兩邊這樣子同時進行 主辦單位表示展出時間到11號 週末也安排了影像創作講座 對攝影有興趣的民眾 不妨前來欣賞看看別人鏡頭下的另一個世界 記者裡講的鐘 從不妨前來欣賞到